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能够看到这些事件背后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面向的问题 我们有YouTube频道有Podcast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更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因为我们的经费来自于全民的支持 透过你的支持让我们可以走得更远更好 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在上礼拜的节目当中 我们到了这个里纳里部落 去访问了两位原住民的朋友 因为在巴巴风灾13年 政府似乎已经做好了 他们认为的这个政策安置 可是实际回到那个生活的层面 文化层面 族人的角度 他们却看到的是另外一些 更需要我们迫切去解决的问题 那我们在上礼拜提到说 他们仿佛是住在一个特区 可是这个特区里头 有很多很多的限制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安稳 可以居住的地方 但是实际的生活或是文化方面 却受到非常大的冲击跟影响 今天我们要延续在上周跟大家讨论的议题 我们今天来到了屏东大学来访问两位 长期关注原住民议题 特别是在物台好茶 这样一些聚落地方的两位朋友 一起来跟我们分享 那第一位是跟我们一起分享的是 林年慧老师 林老师你好 大家好 林老师是屏东大学文化发展原住民 原住民专班的副教授 另外一位是夏传卫夏老师 夏老师是屏东大学社会发展学系的副教授 那我想一开始的时候 我想要先请教两位 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八八风灾也好 或甚至之前的九二一 或是更早之前整个政策的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都会看到原住民族的朋友 常常会面临到这一种所谓的迁移 或是被迫迁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想如果以八八风灾为例 这样的一个过去在迁春的过程当中 政府跟族人之间的沟通跟讨论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OK 我想我以物台乡阿里部落为例 来讲这个迁春的过程 其实整个过程里面充满了资讯的不对称 不完整 其实甚至有蛮多欺骗的情形 以阿里部落来讲它是上部落完整 其实没有太多的损害 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 还可以住人 那下部落是没有办法住人 所以说在搬迁到永久屋这个议题上面 部落有两种不同的需求 下部落居民是愿意搬迁的 上部落居民希望能够回到原乡重建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政府那个时候他要划设一个特定区 根据那个莫拉克重建特别条例的规定 划设特定区必须要经过 那个灾区居民的资商同意 然后划订了以后就有生一个强制的效力 政府可以强制迁春到那个园区去 但是事实上这样一个连结 政府就是把划订特定区才能够拿到永久屋这件事情 把这两者连结起来 但事实上是并不存在的 根据灾害防救法的规定 政府本来就有义务要安置 所以其实是拿到 拿到永久屋的房子 跟是不是划订特定区 并不划上等号 但是政府那个时候的整个说辞 是说如果你不同意划订的话 你就不能够拿到永久屋 然后说这个很快的 莫拉克的重建条例等到落日以后 那你们就没有这样的优惠了 所以因为那个居民 就是得到了一些错误的资讯 这个在很多的地方的部落 都造成了内部的分裂 一批人认为说 他既然要拿到永久屋的前提是要划定 他就必须要去签 去统一 对 那造成了很大很大的冲突 那但是这一件事情 阿里后来就是有提出诉讼 到高等行政法院要求撤销 因为后来被划定了特定区 那高等行政法院也确认了 就是说这两个连结是 事实上是一个不当的连结 好 OK 那在部落里面造成很大的冲突以后 那其实在当时的 几乎所有的原民的部落 都反对永久屋这样的政策 他们要求的是终继安置 几乎所有的人民部落都这样要求 那原因很简单 就是说他们认为说 如果能够回到家乡重建的话 当然是第一优先的选择 那希望说不要太快的去做决定 要搬迁过去 因为如果一搬迁的话 那很多事情都没办法再回复 希望说能够先终继安置 然后隔一段时间 等到山区的地址稳定了以后 再做打算 但是那时候政府 就把划定永久屋 划定特定区跟永久屋 做了连结以后 同时做出来了一些 比较强硬的规定 就是划定了永久屋 特定区的以后呢 要断水断电 然后山上的房屋要征收 就是要必须要离开了嘛 人必须要离开 而且房子要拆除 然后而且土地农地的使用 降线利用 然后道路不再修缮 等等这些 那这样就引发了非常强烈的反弹 那时候 学者专家要到部落里面去做地址的刊定的时候 几乎在各个地方都遭遇到了反弹 然后抗议 封路等等 很多的部落也集结起来到行政院去抗议 所以那后来整个政府的态度才转环 才变得比较宽松一点 就是说如果不愿意下来的人 我不强迫你下来 那你如果要回山区再去耕种的话也可以 但是房子不能住 你可以放机具工具等等 所以这个是后来才放宽的 那在阿里部落来讲的话 事实上已经要放宽了 从今会那时候受到各种各样抗议 已经要放宽了 可是呢 因为阿里部落算是一个比较温和的 然后也比较内敛的部落 那它本身确实有拿到永久屋的需求 所以它基本上都没有抗议 那他们在开了部落会议以后决定是说 希望能够个别划定 因为那时候从今会也跟他们讲说 是可以个别划定 就是一半的人要去的人 我愿意可以让你划定 但是在上部落不愿意去的人 上部落基本上也是安全的 所以希望不要划定 可是结果后来 从今会就是用一个比较粗暴的方式 就直接宣布是全区划定 它就把阿里部落有一半愿意划定 这件事情就认为说是过半数通过 这样的意思 就全区划定 那这样的结果就是 后来才会有阿里部落去高等行政法院 提出诉讼要求撤销这样子的一个举动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夏老师的意思是 在当时有很多的做法 这些做法当然有些是沟通 有些可能是包括 你刚刚谈到所谓的欺骗 或是所谓的资讯不对称 那听起来看起来 某种是一种半威胁 二选一的方式 我们在上礼拜去访问的 这个哈查部落李金董 他其实讲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蛮有趣 他说过去的千春是一种便宜形式 一体式用 他忽略了这种所谓个别的差異 但是现在听起来 那个千春的问题 不只是只有便宜形式一体式用 而是还有更多的这种 可能为了当时的这种 所谓的行政政策的思考 或是便宜形式的做法 事实上是蛮严重的 不过我想要请教林老师 就是说 除了刚刚夏老师提到的例子之外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例子 那另外一个部分 如果当时的情况是很紧急 那政府当然从他的角度 会觉得说 我们善意的去看是 我赶快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要不然你要回去 我知道传统领域很重要 我知道你的元香很重要 万一又摊了怎么办 摊了之后谁负责呢 我又不是没有提醒你们 你们要回去 可是最后还会算到政府的头上 所以这种状况底下 政府有更好的做法吗 还是它其实是一个不得不的选择呢 那我这边要提出三点 就是我觉得相当值得 我们可以讨论的 第一个是原住民族 它本来就有自主千春的历史 在还没有殖民之前 其实原住民族因为土地的需求 水源的需求 耕地的需求 它本来就会自主迁徙 所以并不能说原住民族千春 或者是迁徙 这个是没有过去的案例 是有的 但是从日本殖民时代开始 我们的千春历史有比较大的 是由政府主导的 第一个是日本时代的礼藩政策 那个时候有一个叫集团移住 集团移住政策 那个时候让原住民族 有特定的千春地点等等的 这个完全就是国家政策导向 第二个时代是 我们国民政府的山地平平化政策 那个时候也因为所谓的现代化 其实是一种同化政策 让原住民族呢 就必须在国民政府的主导下 做了一些千春 其实莫拉克灾后 这样子的千春方式 其实是可以视为 现代以灾难之名的第三波 也就是殖民政府主导的千禧的政策 那一样它虽然是以灾难之名 但是其实这过程中有非常多 像夏老师刚刚讲的讯息不对等 比如说我们讲到第二点 第二我在过去的田调里面呢 有非常多的老人家 他们是会足语的 因为住在山上大部分都是老人家 他们听不大懂所谓的国语 或我们讲中文 那他们呢被牵下来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 当时政府的主导的政策 都是永久屋 没有中继屋 所以大部分的族人牵下山来 都是一亲 一亲的状况会造成什么 他们分散在他们各个的亲人的家 没有中继屋才能让他们集中 一起讨论或者是一起开部落会议决定 当他们激亲的时候 他们的讯息是不完整的 很多老人家其实一直到永久屋 他一直以为是安置 OK 他是不晓得这是永久屋 所以不知道他搬到那边 就永远要住在哪 他不知道 他一直以为是安置 所以他在很多过程中可能聊天 或者是村长要去咨询他的时候 他不晓得这是永久屋 他不知道原来他一辈子都要远离他的土地 他以为是所谓的安置 那这是第一个我觉得 在讯息不对等的情况下 其实没有中继屋的选择 就很常会发生这一种沟通 或者是我们讲的社会 他们的社会资本必须要凝结的时候 你因为没有中继屋 所以他们必须 就没有办法有这样的社会连结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部分 那第三个我们来讨论国外案例 我们在过去的一地研究 不管是在日本跟印尼 几乎第一个我们都看到有中继屋 那为什么莫拉克灾后没有中继屋 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过去在921大地震的时候 中继屋其实有非常多的问题 那其实我们在看国外的案例都有问题 因为灾民一定会抗疫住的不好 或者是设施很简陋 或者是漏水等等之类的 所以其实当时政府是有 有点因为921大地震 当时的中继屋其实有非常多的 可能不满或者是不满的声浪 所以他们就把中继屋取消 那当然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当时我们的慈善团体 他就提出了在永久屋这个政策 所以我们去看重建会的 所有的开会的档案 我们去看那些会议记录 其实行政院拍板永久屋政策 可能是在八八风灾之后20天 其实20天就拍板就是以永久屋 那我们再看后续的会议记录 有非常多的原乡厢长提出要中继屋 或者是原民团体在抗疫 要求中继屋的时候 余律都是否决的 因为当时 所有的政策导向都是永久屋 那我们再来看 好 如果政府真的因为危险区域 我们说以灾难之名来要求牵村 但是我们在国外看到案例 以印尼案例 印尼的Merapi火山 在2010年爆发的时候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它在危险化域分为三级 没有安全不安全这样子两二分法 它是有三级的划分 第一级也就是 他们是第三级是最危险 第三级最危险的地方 其实政府也是说不建议返回 但是它没有完全限制 它没有完全限制 它只是划设三级 所以第三级最危险的区域 政府有这个责任 可以在异地做所谓的重建 而这个异地重建 他们有非常重要的关线 通常都是距离他们原乡非常近 而且耕地可及 第二个都是有土地权 国在台湾其实都是非常远 而且它旁边就没有原来的耕地 或者是也连耕地都没有 是的 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提出一个质疑 为什么我们的特定区域 或者是危险区域的划设 它只有yes or no 它其实是可以根据危险去做分级 其实很多族人他们也表示 他们有所谓的传统知识 他们一直像鲁凯排湾就是斜坡上面的民族 一直以来他们居住在这个土地 他们知道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一个缓冲二级 在迅旗的时候他们可以下山 但是非迅旗他们还是可以住在他们原来的土地上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政策或许可以参考的地方 这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太过于 就像李金龙他们讲到便宜心思 就是整个东西都变成恶愤 可是事实上所谓的危险 它的确危险 可是危险的程度是不同 那面临危险的时候 其实也要相信族人的智慧 要相信在地知识 这可能就是一种某种的讨论 而不是一个以汉人为主 或是以工程专家 或是某种的房债专家的角度 来去做这些相关的设置跟规划 那当然你刚刚谈到中基屋是有很多的问题 永久屋其实有很多的问题 永久屋它所面临到问题是什么 例如说可能包括房屋的修缮啊 或者是包括土地所有权啊 或者是刚刚谈到的这个 例如说它可不可以拿来去做民宿 或是其他的经营生计的问题 除了这些问题之外 我们的永久屋还面临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那其实我们看到永久屋 我们以原住民族的土地 我们讲传统领域的观点来看的话 汉人的想象 面对一个房子家屋的想象 其实就是一个房子 但是以原住民族传统领域 它其实包含四个部分 第一个核心区域可能就是家屋 我们的住宅区 第二个呢 它的外围一点点叫做耕地 也就是它耕作的地方 那这个耕作跟它的生计来源 是很有关系的 第三层区域呢 其实就是他们的狩猎区 那狩猎的土地当然也跟 不是只是生计而已 它其实有非常多的生活 社会文化记忆 都跟这一些所谓的耕地 还有我们的狩猎区 是有关系 第四层叫做灵性空间 灵性空间就是有关于他们祭祀 或者是禁忌的地方 那我们以原住民族 传统里域这样四个这种区域范围 来看永久屋 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 永久屋它以汉人的想像 以家屋的形式 就只限于住宅这样子的不足 我举一个例子 在永久屋化设之后 族人就开始抗议说 他们并没有耕地 所以当时呢 其实就有一些零星的周围的土地 他们就化设为所谓的心灵耕地 他的心灵耕地就是非常小 可是让老人家可以去耕作 就是抚慰他的心灵 那在这个耕地的化设过程中 就好玩了 大部分在山上耕作的时候 他们都可以去取得自然的水源 但是心灵耕地它没有水源 所以他们就想了要打一口井来灌溉 结果土地全不是他们的 所以公文一来一往十年没有下文 没有办法打一口井 所以老人家用自然水浇灌 用自然水浇灌的结果 就导致于他收获的小米红梨 这些经济价值远不及他付的水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不是只是我们想像 原住民族这样子的土地划分 其实族人在永久屋 他的生活的空间 他的耕作的空间 还有他社会文化的空间 其实受到非常多非常多的限制 刚刚谈到其实还蛮明显的是 从一个汉人的观点 但是回到另外一个角度 所谓的公平正义的角度来看好了 所谓公平正义的角度说 政府已经给你们房子住了 你们已经天灾 天灾政府又不是没有照顾你们 然后你们又要就是给房子住 有这个区域已经很好了 那为什么不满足呢 那还有什么狩猎区 耕作区 还有什么灵星的祭祀的空间 这我们到底要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就是例如说房子加 对原住民的族人的这种意义到底是什么 那从汉人的角度来讲 或是非原住民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可能需要更多的沟通 要不然会觉得说 对啊 为什么 你有什么好不满足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过头来 请教两位老师就是 我们到底要怎么去看 就是这不可能只是一个原住民观点 因为大家都活在这个地方 那所谓的公平正义该如何的去落实 我们先休息一下 全民观点 监讨不断化地 监讨不断化地 原民文化流离思索 原民文化流离思索 本队强迁户籍 平地不是我的家 三方契约压迫人权 灾民九城 离村又离乡 莫拉克台风之后 让我一直感觉到 我们政府在面对原住民的事情的时候 其心态可疑 就以重建条例来讲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落井下石的政策 而我的部落一半被摧毁 二十几条人命就是丧失 那么大家在惊慌失措逃命之后 心灵还不平的时候 政府布施抚慰 布施安定我们的心 就开始推个集体青春 就要从此让我们的人 跟我们的部落断绝 生命连结 我想这应该不是一个 政府所应该做的 从天政政策结束了 那回归到一般的部会的这样的一个协助 到底功效到哪里 这也是我们非常担忧的地方 所以我们来到 我们到了这个游酒屋之后 尤其对我们好茶部落来讲 面与的是没有封目的部落 那更严重也是没有耕地 因为我们回原乡的道路也没修复 真的回原乡的道路不见了 部落不见了 所以我们跟原乡 祖先所传给我们的这个耕作地内也无法连结 这是我们在游酒屋基地 包括到我们现在老人家 持续在谈 持续在反应 包括到我们这次的风宁祭 部落人本来要一起不要办风宁祭 可是老人家说 这个年过了 一定要办风宁祭 那我们这次的风宁祭的定调叫做 没有小米的风宁祭 最主要也是在讽刺 没有耕地 所以在整个重建过程 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一方面的问题 包括到整个重建的过程 也没有站在原住民的一个青春思维来思考 所以光在我们好茶部落 我们还有酒妇的族人 是没有拿到永久屋的 包括到我们家户部落的 我们现任的代表会的主席 他是整个房子被冲走 原本是要原地重建的 那也是因为经费的问题 相关规定的问题 还是没有办法获得 他应该要有的这样的一个游求屋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冰山一角 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阿里部落 我们护台乡的阿里部落 有四个人还是坚持在原乡 可是他们被划定为特定危险区域 那这样子的一种矛盾的政策 其实被我们整个原乡 未来的不管是文化的发展 生命的有序 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严重的一种伤害 包括我们入住要求之后的一些生活机能 机会的部分 这个就业的机会 确实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在这里我们一直在重申 我们希望这个八八重建结束之后 能够交代清楚 到底这后续的这些公布的取得 更地的取得要如何解决 重建条例都无法解决了 一般的这个部位能够解决吗 这是我们非常担忧的 所以我们希望政府部门能够交代清楚 把这样子的一种事情能够 让我们的族人能够安心的 知道我们要何去何从 尤其公墓是我们灵魂回家的地方 我们原住民死要在一起 活要在一起的这样子的一种 从古至今的一个很重要的 对公墓的一种尊重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希望政府在 根地的部分 公墓的部分 包括跨定特地区的部分 能够做完善的检讨 然后交代清楚 要后面的部位如何来再做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诉求 以上谢谢 真的只是天灾吗 还是它里面有人的因素 那过去几年几个部落 也提了很大型的国陪诉讼 目前都还在进行中 那这些国陪诉讼之所以要提的原因 基本上也是因为 不管是中央地方的这个政府机关 全部都否认 全部都否认他们有任何人为的疏失 他们认为这是天灾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 事实上因为政府把所有的原因都推给天灾 他就没有好好地检讨 治灾原因 那我们在诉讼里面 基本上有谈到 比如说可能有牵涉到的河川整治 这个造民政策 原住民的这个青春政策 还有灾害防救 这些都是治灾原因的 非常重大的因素 那我们不要谈这个 就是说五年前发生的 莫拉克风灾的这样的一个 八八水灾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看最近的高雄气暴 事实上 它全部的性质都一样 你灾害防救 你的这个 做到哪里 然后你对于这个整个住居安全 你的理解到哪边 你的资讯公开到哪边 目前对这个 民住民族的部落来讲 它所面临的跟这个高雄 是这个气暴的受灾部 其实是相同的考虑 现在今天不是说 哪一个地方比较安全 五年前说 远住民族的地方不安全 安全堪律 叫人切到三下 那三下真的很安全吗 所以这里面不是单纯的在判读说 怎么样是安全堪律 安全堪律这个东西要怎么借地 所以其实应该是 我们要讨论的是 怎么样让资讯公开 你今天怎么让所有的相关资 在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来判断 因为这个几千年来 远住民族在台湾生存了这么久 它有在地的这个智慧 它知道怎么样选择居住的环境 但现在变成是说 政府它制定的法令 它说你那边不安全 那你要搬到三下 今天它真的有资讯公开吗 整个城市的管线 安全的这个情况 到底有没有被掌握 其实都不知道 所以重要的我现在反思 这样整个几个事件 一起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这里面牵涉到的就是 这个 比如两宫约谈的这个住居安宁权 适当的住居权 这个 这个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 我们在这个五周年的时候 可能可以共同来一起 反思这样的一个问题 而且我们可以督促政府 要做更多的一个努力 欢迎再次回到 灿烂时光会客室 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宗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 引记录制造库 独立制作 我们希望我们的朋友 除了看我们的节目之外 看我们的报道之外 也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 我们才能够走得更远更好 而媒体能不能够 真正的独立 它绝对不会是来自广告 或是来自财团的支持 而是来自公众 社会大众的支持 让我们一起来支持 公库支持 参赞时光会客室 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我们要延续上礼拜 跟大家谈到 巴巴风灾之后 在台湾的这个原乡部落 所面临到的一些 居住正义的一些问题 在节目上 跟我们一起聊天的 两位老师 一位是林年惠林老师 林老师你好 你好 还有一位是夏淳辉老师 你好 夏老师 我想要再请教你 就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 其实也大概跟我们讲到了一个 永久屋的一些问题 其实在一开始 这个政策在实施的时候 政府看起来好像很认真 要赶快解决问题 但是这个过程 有很多被忽略的地方 而这也是造成现在 很多争议的一个根本的所在 不过回到一个 很基本的观念来讲 就是我们刚刚其实都比较 要从一个原住民的角度 从族人的角度来看 他们的对传统领域 对居住 对文化 对生活上面的一些 一些可能的需求 或者是在这些必要存在的一些要素 可是如果从一般的国家整体来看 就是政府它还是要公平 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你原住民的生活 有这么多的需要 有所谓的祭祀 有狩猎 有这个耕种的需要 那如果汉人遇到这种状况 难道我要发一块农地给你吗 那这可能会很多人 会产生很大的质疑 我们怎么去看这个 在所谓的公平正义的角度 或怎么去看这一种所谓的 不同位置跟立场的这种差别呢 是 我觉得这个是在整个永久屋政策 或整个千村政策里面 隐藏在底层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关于公平正义这样子一个论述 那我们可以说有一种那个公平正义观 是就是说所谓的分配正义 把每一个人看作是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类似的 我们从一个个人的个体的 这样一个角度来看 所以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分配 要相对于他的努力 刚好相当 这样子就叫做公平 那如果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的话 就会觉得说 政府已经给你免费的永久屋住了啊 那你还想要回去 那你会不会要太多 想要回去 然后又想要永久屋这边 还要得到所有权 这样会不会太超过 那我们汉人都没有 那这样看起来好像似乎是有道理的 可是它这样子会忽略掉的 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人 并不是孤立的在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是有社会脉络的 我们会是属于一个群体的 然后我们是有文化的 我们文化会影响到我们的 怎么被养成 然后我们怎么去回应 这个社会跟自然的一些要求 所以人是在一个社会脉络里面 它属于一个群体的 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那我们就会知道说 其实原住民作为一个民族 整体来说作为一个民族 跟汉人是在文化上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在那个永久屋政策上面来讲 汉人他已经很长久的被现代化了 他基本上是从一个个人主义 小家庭的角度来看这个所谓的房子的需求 和家庭 所以整个永久屋的设计 基本上也是这样 当初有所谓14坪28坪跟34坪 那14坪这个东西后来被检讨说 这个实在是不符合原住民的民族性 因为他们原住民没有从个人的角度在看 他们都是从一个 他们的分配不会从我几个人 然后几坪 然后用这种陈述的方式去做处理 他们都是从一个家族的角度来看 原住民的性就是他家屋的名称 就是就以卢凯跟排湾这两个来说 所以他们的最小单位就是家族 那那个政府在做这样一个永久屋政策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文化差异 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 所以回到这个公平正义的问题 我们其实不是看的是 把每一个人都视为同样的 然后说分配上是相等的 就叫做公平 其实应该要注意到 每一个族群特殊的需求 我们要注意到它的差异性 那这样子才叫做正义 那尤其是我们如果说回到历史上 原住民作为一个民族 各个民族他在历史上 本来曾经是第一民族 作为这个岛上实质的主人 然后外来的政权 现代化的政权来了以后 然后不断侵蚀他们的土地 让他们在整个政治经济过程里面 这结构的过程里面变成社会上最底层 最弱势的一个群体 其实这个历史上 这个殖民的历史欠他们很多 那就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在整个分配上面要多给原住民 因为他们的需要 差异性的需要多分给他们一点 这反而是符合历史上的正义的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永久屋的 这个居住的环境 我们来举一些实际的例子 在整个永久屋园区的设计里面 没有纳入到在地居民的 原来的文化习惯 对家屋的一些观念 造成了很多的一些伤害 举例来说我刚讲说他们都是以家族为主的 那你弄一个十四瓶给他们 这是一个小家庭的规模 那其实就是让他们家族必须要拆散掉 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们常抱怨 储藏空间的不够 作为一个猎人 需要非常大的储藏的空间 储藏空间不够 然后排水管在实际盖的 那个排水管非常非常细 所以他们就不能杀猪 不能杀猪就影响非常大 在整个的仪式里面 像那个喜宴必须要杀猪的 这个杀猪不是只有吃那个肉而已 而且杀猪的过程是一个社会过程 是大家一听到把猪牵出来 然后猪在叫的时候 那每个家各户都知道说 哇有喜事了 然后我们就要出来帮忙 是重要的一个记忆 或者是一个社会的这种共同参与的 对共同参与的这样子 没有杀猪了 猪肉从外面买过来 这整个社会关系就因此改变了 因此改变了 那像比如说在永久屋的那时候的分配里面 没有注意到社会关系 亲族关系 没有把它摆在一起 反而是用抽签的方式 结果是让彼此有仇的人放在隔壁去 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完全没有考虑到 那个看不见的社会关系 和文化观念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再来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关键的地方 就是现在的整个永久屋园区 基本上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 是没有办法让他们在那边 反衍发展的一个所在 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说 在山上的部落 随着人口的自然的增长 他的屋子就会往外面盖 往外面的增加 这是他们的文化规则 老大长子继承的家屋 然后也是那个他的姓嘛 但是他们底下的二子三子 他们会在原来的家屋旁边 自己盖房子 然后所以一个家族 会慢慢的往外扩散 开支善业 但是这件事情 到了那个永久屋园区 是完全被切断的 因为只有那个屋主 那个申请到了那个永久屋以后 那么他的可能老二老三 或他的弟弟妹妹们 他们就必须要在园区外面 试散 那么这整个部落 其实就是被拆散了 那长久以往的话 这个整个部落 因为试散了 那他们的社会组织 他们的仪式 他们的文化 都没办法再持续的延续 繁衍下去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现在整个永久屋是一个 那当时有人讲说是一种灭族式的设计 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因为它只是一个硬体 一个睡觉的地方 它没有办法那个繁衍扩散 开支善业 这也就是我们在谈 就是我们上次到这个马家好茶那边去看 就那边发现他们的屋子 他为什么会盖所谓的针件或现在所谓的尾件 事实上跟他们家族的继承 跟那个所有家族的反应跟扩张 是有很大的差 有很大的关系 刚才老师在谈到 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所谓的转型正义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谈公平正义 恐怕跟转型正义要放在一起看 就是我们会发现 为什么现在很多补偿 就是因为过去的一些政府的做法 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或是在过去的政权来的时候 事实上造成了非常多的伤害 那同样的汉人的政权来到原住民的部落 他事实上也对原住民的部落 造成很大伤害 我们常常这会谈的一个主题就是 那到底要不要加分这件事情吗 虽然现在早就不是用加分的方式 大家脑袋里还是在想加分这件事情 那我就常常跟我的学生讨论说 那可以啊 那我们以后是不是考一下阿美族的族语 或是考一下这个 他们的丰年纪的仪式 考一下有关他们的传统文化的这个脉络 那你会不会觉得 为什么是考的是汉人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教的是东西 而不是这些不同的这种少数族群 或者是这些人的 这些所谓的族群的文化是因为 那就是因为他被边缘化了 甚至被歼灭了嘛 所以他当然这个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种补偿 另外一个东西也让我想要说 差异化是很重要 是所谓的公平正义不是一个 好像一条边似的 或是一条线就是阿这是公平正义 可是事实上你是不是能够按照不同的需要 或是回到它的历史脉络 去做政策的研究 我觉得那是一个好的政策 必须要思考的部分 可是我们刚刚谈到很多的问题 就是这些永久屋的问题 那或者是这些现象 那事实上这十多年来 竹人也有很多很多的抗议的行动 有很多的记者会 有很多的诉求 那甚至在去年 我们也看到这个 卢凯卓的卢长老 他透过用制焚的方法去使剑 去把这个问题给凸显出来 我们的政府都听到吗 或是我们政府听到之后 有什么样具体的回应呢 其实最近在今年的五月 其实监察院有释出了一个永久屋调查报告书 那这也是即前年等于是好查部落到立法院 还有监察院去陈勤 然后卢长老事件等等之类后续延伸 其实监察委员其实有非常多次到南部的原乡 永久屋去跟灾民会谈 那这份报告书其实指出非常多 有关于当时永久屋政策 可能有非常多疏漏的地方 那我这边要特别提到的是 就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个公平正义的原则 那其实正义并不一定是代表所谓的补偿 其实很多的补偿跟这个文化援续 并不是族人想要的 但是其实就法律上 我还是觉得在报告书里面 其实有提到多项的法律 其实是在报告书里面有特别责成 希望可能未来行政院或者是内政部 甚至是人民会 可以继续在根据这样子的法律 做相关的修法 那我这边要提出来的三个法律 第一个是原住民基本法 第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有规定 政府应尊重原住民选择方式 习俗服事社会经济组织形态 资源利用方式 土地拥有利用和管理的模式的权利 所以其实这边有特别提到的土地管理 利用跟管理模式的权利 那其实报告书也特别提到 其实应该后续要根据原期法的 第二十三条来做一些调整 那还有第三十二条 就是政府除因立即而明显的危险外 不得强行将原住民迁出 迁出其土地区域 前向前置行为 至原住民族受有损失时 应与合理安置及补偿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以永久屋的单元来看 他居住在永久屋好像是住宅的方式解决了 但是以目前我们看到的资料 原住民族的永久屋 85% 2379户是离乡又离村 换句话说 他回去他原来的耕地 可能要一个小时以上 以如此这样子长距的范围 其实族人是很难以每天如此往返 去持续他的耕作行为 而这样子的耕作行为 当然以汉人的角度来讲的是一种经济面 但是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以小米文化来讲 原住民族在8月的时候 7、8月是他们的收获期 是他们的新年 有小米才有收获期 有收获期才是那种重新过年 或者是我的家族任何的记忆都跟小米有关 所以一旦85%的永久屋居民 他们离耕地那么远 没有办法种小米了 他们的土地仪式 他们的文化仪式 其实都会慢慢的消失殆尽 那其实报告书里面还有特别提到了 是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力宣言第十条 不得强迫原住民族迁离其土地和领土 如果为事先获得原住民族人民的 自由知情同意和商定公正公平的赔偿 并在可能时提供返回的选择 则不得进行迁离 所以我觉得目前其实族人可能有提到 什么以地换地或者是赔偿 但是如果根据联合国原住民族宣言第十条 有一个关键点叫做可能时提供返回的选择 我觉得族人更在乎的这一点 就不一定是以地换地 如果能够回去我就让你们回去 你们就回去就对了 那这是监察院所提出来的报告 那当然监察院报告之外 就会涉及到相关的部会 比如说行政院或者是行政院下的 可能是像内政部或是原民会 他们有任何的反应吗 有任何的回应吗 在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出来之后 在我们从监察院报告里面所看到的是说 行政院最近去年的时候 成立了一个永久屋专案小组 那就是说它永久屋政策专案小组 就是说要针对这个目前要换约的事情 还有针对那个监察 前阵子那个卢长老自焚的案件 所引起的监察院的调查 他们想要做一些检讨 可能做一些修正 所以现在三方契约开始 慢慢变成二方契约这样子 三方契约就是原本是由政府 跟这个原件单位 就例如说很像慈悸啊 或者什么世界展望会 这种原件单位跟原住民之间的三方契约 现在要改成双方的契约 就是原件单位必须 原件单位要退场 因为每一次都要找他们 就是如果要做任何政策修正 还要找他们很麻烦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 在行政部门这边 你可以说有一些善意出来 就是说他们现在的 那个永久屋的 那个三方契约里面规定的是说 申请到那个屋主 跟他的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 是通通都不得回到山上的 所以就是说我的儿子 如果我的孙子也跟我曾经住在永久屋里面 即使他们未来是没有要继承这个永久屋的 他们也是都不能回去的 那这个规定其实是非常严格的 因为我没有要继承这个永久屋 那为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呢 这个其实也是有违反两公约的这种嫌疑啦 那他们现在要稍微放宽一点 是要把它改成是说 如果你愿意放弃永久屋 或者是你没有继承永久屋 那三方契约就不会约束到你 你就可以回去 因为基本上这个三方契约 是一个民法上的契约 他们所谓的副条件的赠予契约 它并不是一个有法律强制力的 它基本的原则是说 我送给你这个房子 那在这个我们两方的赠予契约里面 有规定说你要回去的话 你房子要还我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照理来说 我没有拿你的房子 你不可以约束我嘛 所以现在行政部门 似乎是有意要把它改成这个样子 OK 但是这是我们看到 它的一部分的善意 但是另外一部分 我们看到它还是加了一个诞书 就是说三方契约没有 那个约束的那些人 如果你要返回的话 你必须要向地方县市政府提出申请 地方县市政府要确认 那个地方是安全的 也就是说经过专家刊定 然后它不再危险了 你才可以回去 所以那监察院有再去问问他说 你这一点是依据了哪一个法律的基础 你可以这样讲 那对方就是行政部门 其实没有回答出来 所以这样子的要求我觉得也是不合法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 行政部门虽然有意要稍微放宽一点 但是它还是最最重要考量还是基于管理上 他怕万一放松了太多人回去 然后管理上可能很麻烦 所以仍然是不愿意就是说让太多人有回去的机会 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也看到是说在那个风灾过后十年了 在最近这些年来 在整个原乡 政府部门不管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也有非常大的诱因想要去利用那边的资源 来增加自己的政绩 像比如说现在已经推动的如火如荼 在雾台乡的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 也就是说在划定这些景观区以后 都赋予了原乡部落能够从事生态旅游 然后导览然后经营民宿 甚至是可以经营民宿这样子的一些权利 我们也看到那个屏东县政府 他在那个泰伍国小 那个被划定为地质敏感脆弱的地方 然后去设立一个登山学校 这都是政府明目张胆去 所以他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要不然他怎么改做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人民要回去的话 就不行吗 对 这个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说我们其实在这13年来 看到太多的纪录片 看到太多报道 都在讲回家这件事情 然后不管是从抗疫的场合 或者是在一些影像里头 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回家回乡 对原住民来讲是很重要 对中继屋他们 对所谓永久屋是有存在很多的质疑 包括我们刚刚讨论这么多的一切 我也许可以稍微的理解 所以当时的政府 是因为某种安全的理由 因为行政关系的理由 他可能必须要快速的去做 某种决绝式的 20天之内就马上定掉这个东西 那我们或许可以理解 可是13年了 这13年来难道没有去做任何的 所谓的地质上面的调查吗 这13年难道没有去做任何地方 那个地方到底是不是安全的 这样的一个科学的检证吗 那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刚好谈到说从卢凯族也好 或从排湾族的这个经验来讲 他们本来就是在跟山林共存 他们本来就存在很多山林的智慧 难道这个地方安不安全 或者是当时那么快速的必须要牵村 然后不到圆九屋 那这13年了 难道不能够回来跟族人讨论说 你的智慧告诉我们 如果遇到的大雨来的时候 如果这里让它变得更安全 可以怎么办 如果这两个东西不是一个很科学 或是一个在政策上面沟通 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为什么还是不行的 这我无法能够理解 其实这个部分 其实调查报告书也特别举例 针对这样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就是针对第一个 其实在刚刚夏老师有特别讲到 110年其实行政院有组成一个 永久屋的所谓的政策的专门的小组 他们其实有针对这个园居地 这个安全堪与区域 进行再次的探勘 但是这个探勘的过程中呢 它其实量非常非常的少 它是由地方政府这边 自主所谓的回报跟通报 那我们问了许多族人 其实族人是不晓得这件事情 自主回报通报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政府或乡公所 他们回报说 这个区域他们需要探勘 那到底是怎么探勘 有没有任何的科学探勘 第二件事情 我们看到探勘里面 它有一个表格 80%以上都是书面审查 其实它的书面审查就是过去这 在88丰灾当时的那个 因素被化为危险区域的因素还存在 那怎么证明它还存在呢 所以它认为它就是书面审查 所以他们其实在那20几处再次复刊 我们看到110年的资料 其实大部分都是以书面审查的方式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其实在表查报告书也特别强调 就是这样子所谓的专家学者 第二个是专家学者群谁是专家学者 为什么在原住民族这种危险探勘区域 只有采纳所谓的地质或者是水土保持 而没有所谓的民族学或者是社会学 这样子的专家来存在 我们刚刚讲的 特别是原住民族传统知识 它其实是有办法在多年的经验 可以认定所谓的危险跟不危险之分 所以这是第二点 调查报告书也有特别指证出来的 那第三个调查报告书有讲到 所谓的资商同意这件事情 这也是一个非常的关键 我们认为危险勘于 所以我们就认定它要迁于 但是你有没有做到所谓的 集体的决策跟资商同意这件事情 那过去当然在罗克灾后特别条例 它非常仓促通过的时候 好像是有做到 但是其实我们在试一下我们做的研究跟填调 其实都是非常仓促的 就刚刚夏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是的 就是它那个过程当中是 这个所谓的资讯不对称的结果 对 这个我也再补充一下 这个没有实地探勘 只用书面诊查就认定 所以我真的觉得不可实地 不安全的 这个事情13年前也是这样 13年前也是这样 我就拿阿里部落来作为例子 因为它后来有告到高等行政法院 所以它的判决书 诉讼判决书里面 讲得很清楚 阿里部落那时候有做了三次的探勘 第一次就是直接用空照图看 然后就是判定阿里部落上下部落都不安全 那经过部落族人的抗议以后 第二次那个圆明会找了一个私人的 叫陶林素质那个探 反正一个私人的测量的公司去 然后本来是要实地勘查 但是他只去了那边半个小时就离开了 也是认定不安全 那我要讲的是说划定办法 这特定区域划定办法里面的规定 是要求你要找各方的专家 包括建筑地质水文 还有当地的居民会统 然后去共同探勘 然后要组成审议委员会来做讨论 来最后决定 所以这整个程序都完全没有按照 没有按照这样程序走 第二次也被复刊也是说不安全 结果居民再度的抗议 最后第三次农委会终于找了专家学者 去那边做探勘 结果两个专家在县地看了以后都说 上部落没问题 因为那个划定办法也有讲了好几种条件 什么样的条件被认为是危险的 一个是严重崩塌的地区 地滑的地区 下部落明显是这个样子 可是上部落只有地表均裂而已 边坡有一些崩塌 所以是有差异的 对 所以即使是专家 也不见得意见都一样 所以第三次的实际的探勘 真正找了大学的教授去 教授都跟他们讲说 其实这个上部落不需要被划定的特定区 但是最后我们讲的 重建会仍然是基于管理的方便需要 还是全区划定 所以这是为什么阿里部落 最后去告重建会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然后我最后也要谈一下 就是说关于这个 唯不危险这件事情 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的依照所谓的科学 所谓的专家的判定 对 专家能够告诉我们说 他地质专册 能够告诉我们说 边坡可能一年位移几公分 可是位移几公分 这个到底算是不安全还是安全呢 这个必须要经过一个评估的过程 那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 STS在讲说风险的评估 这个过程是一个必须要被建构起来 要有一些标准 这些标准里面可能很多很多的变数 也有可能有一些必须要去做一些 价值衡量的东西 譬如说如果原住民本身有一些防灾的知识 他们长久以来面对自然 他们有他们生存智慧的话 这个东西会减少灾难发生的可能性 那是不是应该被纳入到安全评估里面了 那所以这样一个过程事实上应该是要 一个开放民族参与的一个过程 尤其是这么样子影响到一个民族的生存 这样重大的事件 但是这样一个评估过程 居然是完全委属于少数的专家来决定 甚至专家本身内部都有意见 仍然就这样子掩盖过去 13年前是这样 现在又是这样 去年的关于雾台乡的几个部落 阿里部落也包括在内的再一次的复刊 结果仍然是书面作业 也是没有过去的 这个真的蛮有趣的 这个真的常常很多地方是属于放任式的思维 就是让他自由主义 性自由主义的思维 但是某些部分他又喜欢管理 但是管理又常常缺乏人文的管理 但是从你刚刚的例子 可能连科学的管理也都没有 就是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奇妙 非常有趣的一个状况 那最后想要请教两位一个问题 就是说那明明监察院指出了这么多的问题 然后政府我们的这些相关的族人 也提出他们的一些见解 甚至也提出一些替代的方案 但是我们政府看起来是有诚意要解决 但是实质上面好像看不到任何的东西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就是难道一直卡在这边 我那天跟这个部落族人说 你就是面临到双卡嘛 又回不去卡住回不去 然后在这里又没有办法很自在的生活 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这个政策上面 也把你们卡住 那难道这样继续的卡下去吗 其实这个问题真的是已经卡很久了 从去年到今年 其实这两年多来 从我们讲如长老制焚事件 这个具体事件来讲的话 其实到现在我们看到的卡其实是在于 因为永久屋事件它涉及的单位非常非常的多 它其实也牵涉到所谓的国家政策等等之类的 所以一直好像都没有一个平台 类似可以做这样子多方的沟通 我们甚至多方的沟通下好像也不见得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政策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屏东大学最近有这样子的计划 那我们也预计在111年的8月8号 8月9号 办理这个木马克灾后原住民族人权工作坊 其实我们的想法就是以学界的角度来讲 我们希望能够创造一个平台 我们也邀请了中央主管机关的长官来 我们也邀请了立法委员 我们邀请了永久屋的主任代表 如果在这件事情牵涉到原住民族它的文化权 甚至它的永续发展权 这么重要的议题 是不是有可能可以有更多的单位 那也有比较高的决策单位 那以目前的决策单位 它其实都一直隶属在行政院的永久屋的 某一个政策小组 而这个政策小组的编制 其实都是临时编组 它其实没有一个 现在没有一个所谓的主管机关 这也是族人觉得困难的地方 他到底是要找行政院农委会 还是要找营建署 还是要找原民会 那到底要找谁 他如果没有一个确立的主管机关 来统筹这件事情 而不断的以所谓的专案小组来做的话 其实这件事情是很难整合的 我们当然知道这件事情涉及到代会非常多 其实从政府的角度来讲 他想要做他可能会蛮头痛的 例如说刚刚谈到的不只是刚刚谈到各个不同的单位农委会 他甚至可能包括像内政部或原民会 那如果土地又属于台糖 或者是可能就是经济部又会在里头又有角色 那当然还有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有它各自不同的思考 那每个地方政府的每个地方的状况不太一样 可是我一直觉得很有趣的是 这不是一个灾后重建吗 难道我们灾后重建已经建好了吗 就该好房子该好有酒屋就是一个灾后重建就结束了吗 这不是啊灾后重建 那个土地的富裕也不是那么快嘛 对不对或者是人文的富裕 或是族群的富裕 族群的生活或是如何持续生活也不是那么快 难道不可以用一个特别的条例 特别的法规 用一个伤害的法规 回到早期的那种所谓灾后重建的特别条例的状况 就可以解决了不是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典型的缺乏权力制衡的一个状况 你说在那个就是说三方契约里面 或者说政府在回应监察院里面 就是说讲说灾民不能够回到山上去居住 这个线画的这么讲的这么硬 这个线画的这么清楚 但实际的状况又不是这个样子 我刚刚提到说政府在原乡有做了各式各样的利用 他自己还要做新的发展的可能性 然后现在观光客也可以去那边住 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才带了学生 去了所谓的安全堪余区 住了一个晚餐 所以没事吧 没有没有事 就是说观光客现在的状况是非常吊诡 观光客可以去那边住 可是在那边的主人不能回去住 那在那边的主人只有观光客 去那边住的时候才能够去接待他们 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一个状况 如果我们看到不要看正式的规定 看实际的状况的话 你可以看到说在原乡已经有各种各样的 又重新恢复的各种各样的利用 零下经济的也好 然后那个神态旅游的也好 或者政府的各种各样的硬体设备 或者道路的 如果当他觉得观光有需要的时候 他一样可以开一条又美又直的道路 对 但是如果你看到 回到那个文书的 法令的那些规定的看 你又看到他踩得非常非常死 你就觉得说这个 就是说刑事跟实质之间 有非常巨大的落差 那要怎么样诠释 要怎么样做 完全存乎行政单位一新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典型的 缺乏权力制衡的一个状况 必须要不断的去推动它 那你们怎么去协调 怎么样子去创造一个新的特别条例 那个是应该政府应该去做的 那就民间来讲的话 要不断的去推动 那我觉得其实原住民的部落 已经指出来一个 我觉得相对来说 是一个好的一个解决的方式 那个以阿里部落大头目包基层 他的讲法 他就说他就把 其实他就是把永久无缘区 当作一个长中纪的一个 长中纪的一个屋子来看 在灾难发生以后 很多的部落包括大屋 他们都比如说自己在平地 买地 然后盖房子 那就是刚刚慧莲老师讲的 就当有那个训期来的时候 我们就下山 当训期结束以后 我们就回去 这长久以来 透过这种迁徙去面对 谦卑地面对大自然的这种变化 一直是原住民的一个 一个生存的智慧 所以这个中纪的这个想法 符合他们的传统文化的防灾的 那样的一个生存策略 所以包继承的讲法就是说 他把那个永久无缘区 就当作是一个长中纪 那么部落的真正未来的发展 如果你考虑到长远的 文化上的社会上的繁衍 他们的希望还是在原乡 还是在原乡 那其实这个也是国家政策 圆明会所有的钱都投注在原乡 不是在永久无 对 那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说 你就是一个母子的期待一样 把我的原乡跟我的永久无 两者连在一起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来来回回 那所以说如果你用这样子的角度 来思考的话 其实政府要付出的资源并不多 永久无本来就是他们在住的 你如果只是说形式上面 承认他们拥有所有权 然后呢在原乡返回的权利 不要否认它 那或者是就怎么样去跟原住民部落 协调好一个集体的一个共管的一个机制 我们怎么回到那边去 那对于土地怎么样做一个合乎生态的 有限制的利用 当然如果有可能有灾难 有危险发生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什么机制撤下来 经常性的这样做 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协调出一个 好的一个方案出来 也并不会发费非常大的 那个政府的资源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很大一个程度我觉得是观念上的 这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那种 殖民主义 这个汉人自我中心主义 那样子的一种遗毒 另外我想要补充 除了夏老师刚刚提到的 这个所谓的特别条例 是不是在莫拉克灾后 重建特别条例已经终止的情况下 现在处理这样子永久的问题 可以在法治上进一步的 我们可以有一些讨论跟规划 那我也想要特别提出的是 我们目前其实在灾难防救 有一个叫做灾难灾害防救法 其实这个法律 其实你仔细看很多条文 其实是非常以汉人的出发点去来看的 他其实没有提到 比如说针对援助民族 要做所谓的资商同意 等等之类的事情 所以其实监察院报告书 有特别提到 灾难灾害防救法 其实是应该要修法的 以避免未来可能有重复的事情发生 文长这样子讨论下来 我们透过两个礼拜的时间 从族人的角度 从学者专业的角度 我们的确看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是现在才发生 已经有十多年 那甚至在十多年前 我们的这个族人跟相关的这个单位 也就提出来 那甚至包括刚刚谈到的 在最近监察院都做的调查报告 所以问题很清楚到底在什么地方 那我觉得一个最简单的关键 就是在于政府到底有没有心 怕不怕麻烦 但是其实你也不用有心 或是怕不怕麻烦 就是其实族人或是学界 也提出了很多的解决方法 那就好好的听一听 好好的讨论一下 说不定这些方法早就帮你准备好了 你只要去跟大家好好的讨论 去好好的跟这个民间智慧学习 去跟学界请益 然后把这些东西 可能用一个特别的条例 或是用什么样平台方法去处理 也许这些问题 那些争议就不是那么的大 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 再请教你们相关的问题 非常谢谢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结束 那也谢谢大家 在这两个礼拜 我们一起来看到 在88风灾之后 台湾的这个原住民部落 所面临到的问题 那88风灾已经结束了 已经有13年的历史 13年有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 那我们一起来监督我们的政府 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外面下一个小时 这边不在旁边 molta donate 这个借口 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长得好